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了我們優秀的好辣醫師團 以及六位消防救難員 救援行動沒有他們不行 今天好辣醫師團 和應有的消防員要來分享 他們是如何從死神手中 搶回民眾寶貴的性命 三位藝人又有哪些驚人經驗呢 面對大型災難史常能感受 人類的渺小 人類其實難以對抗這些天災 同時我們懼怕的同時 大家很曾想 可能有一群人正勇往衝向前 去救人嗎 今天要來介紹這一群 救難英雄們六位 來 歡迎 我們今天 這四名寫的救難英雄 哪些災情就往哪裡衝 台灣最多的就是什麼地震 颱風 對 我在 或者登山都會有這種 這天災很難 這很難抗 但是有常常是人為的 自己不瞭解山上的 對 自己還要去登山 最後一直求救難隊 迷路在山裡面 對 不瞭解氣候 對 浪費社會資源 前一次泰國不是有一個足球隊 掉到那邊嗎 18個人 是啊 最後通通去救回來都很開心 可是也犧牲掉了一個 對 受救人 救難員 所以常常天災很難抗拒 但是人呢 要先衡量自己 可不可以完成這件事 是 一定要做完全的準備 如果你做好完全的準備跟訓練 當然發生問題 那沒辦法抗拒 其實特殊隊跟一般 校門隊它的一個救待面向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特殊隊的救待面向非常非常廣 所以就是我們特殊隊的 訓練的勤務業務 也相對會比較複雜一些 那舉番說像我們會 像打火跟緊急救護 都是基本的技能 那更多的部分我們在對於 急流潛水 傷害 然後車禍 繩索 這邊都是我們平常跟 其他一般校門隊會做 做出一個區別 那特別特殊隊會有一個 在針對震災這部分的救援訓練 會更加花更多時間去琢磨 前陣子其實大家有印象 就是在16年一個微觀的地震 第一時間其實我們到的時候 還看到很多很多 有行動力的一些民眾 都有辦法自主的逃生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其實就是鼓勵他們 引導他們去做後送的部分 那隨後接下來就是要處理 還在倒塌天使物裡面的一些民眾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是因為我第一次面對到 如此這麼大的地震的災害 那我一開始進去到 這些狹窄的空間裡面 其實有些聲音是讓我 到目前其實我都還是滿印象深刻的 我一進去基本上 我要確認很多方向 要確認患者的位置 那其實我這一喊的時候 基本上至少有七八個聲音 從我不同面向 跟我喊說 我打個X問一下 你會先叫最大聲還是叫最小聲 因為最小聲可能最危險 最大聲最有力氣 有分辨嗎 這個沒有辦法 這真的只能救我 現在這個區域裡面 那你怎麼決定要救 你的區域比如三個人喊 你決定救哪裡 我會找這個隔間裡面 我會嘗試我們有一些探測器 一些判別聲音一些儀器 讓我有辦法去得知到 我大概這樣子過去 我這個距離大概可以多遠 可以碰到它 但儀器告訴你說 其實它基本上是不能救 那要取勝 這是一個 你怎麼 你有碰過這狀況嗎 所以這個時間點只能請另外一支隊伍 從另外一個地方找隔間牆 找到它的位置 會反而比我直接 雖然我們的直線距離是很近的 但是因為結構牆的不同 所以我會選擇是 我花比較少時間可以打這些隔間牆 救到其他人 那他從另外一個方向走進來 其實也許時間會更快一些 那你怎麼判斷說 打這個牆不會倒 打這個牆會倒 我們現場都有圖木結構計師 幫我們做 先規劃 對 那你基本上你是本來就 進了這裡才練那麼壯 還是說為了 還是說為了 還是說為了要太虐歷什麼 什麼 公眾請求 年齡 對 你會花一些時間去經濟的 對 瓜哥我真的要回應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我就問製作單位 哇 你去哪裡找這麼多 顏值這麼好 談吐又這麼好 對 覺得他們只一直要求我們 不要擋到後面的人 對 覺得很合理嗎 對 你就賞到那 出生照片了 對 我們第二天 基本上收集到第二天 已經慢慢這些聲音 會不容易就去找到了 那呼救的聲音 也會非常非常微弱 所以第二天我們下去 做救援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真的 在一個非常深處的地方 聽到一個三十歲 大概左右的女性 跟我們喊說 我在這裡 那其實那個當下 其實對我特效對我 也是滿振奮的 因為在沉寂這麼久 沒有聲音的時候 突然一個聲音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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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記得這個女性 大概我們找到她的位置 我們重切到橫路 切入到位置 最後至少破了我面牆 最後我們快到的時候 其實她那時候又快放棄 她真的覺得這種時間點 會拖了這麼這麼久 所以我們到時候 這個時間也一直 不斷地在鼓勵她 還是怎麼把她救出來 是 我是負責搜救犬的訓練 因為一個建築物倒塌下來 它本來的窗戶是在這邊 倒塌下來 它變成一個窟窿一個窟窿 所以我們爬上去的時候 很容易掉進去這樣 是 所以我們就算滿危險 而且裡面有很多 玻璃破碎的一個尖銳物 還有瓷磚 而且瓷磚也是 會割傷 會滑 還有那個旅門窗 對狗狗都是一個考驗 然後我搜尋上去之後 就在窗戶那邊 就開始有反應 我是覺得奇怪 怎麼那麼快 怎麼一上去它就有反應 然後我就把它再帶開 再重新再放一次 果然它在同一個地點 那我們就可以百分之百 保證說 確定那邊有 我們算我們是一個 Double check一個制度 兩個 兩次放在同一個點 就代表裡面一定有人 一定有人 所以當時候 我就把狗放著 然後自己爬下去 所幸是它是 因為是被一些 家具給壓住 壓住 比較好移除 對 我們就利用簡單的器具 就把它移除出來 我就看到一個民間的吊車 我就說那個大哥 我們這個可以幫我們 先吊過來一下 它也是同意 馬上過來 就是利用染繩把它吊下來 然後很快速讓它脫困 然後讓它就醫這樣 你們當時帶幾隻狗 幾隻狗 我們第一時間三隻狗 對 那現在身邊這隻有參與嗎 它那時候還在訓練當中 我想請問 這樣救難犬 救難犬要受訓多久 大概兩年之內一定要完成 對 兩年之內 我知道導盲犬 一次大概訓練要花兩百多萬 對 那這個也應該差不多 要那麼貴 大概我們就兩年 我們的薪水 就是它的訓練規則 一塊就對了 對 對 是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有一個 我們很有名的一個案例 就是四六兵妹妹 但是我們高雄市搜救隊 就是在大概六十一個小時之後 在一個很小的氣氛 聽到有微弱的小妹妹的呼叫聲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定位 然後去開始做開話 對 然後過程 其實妹妹她求生一直沒那麼高 但是我們就一直跟她對話等等都有 所以最後她說 叔叔 我說 收救隊員當然是 沒問題 只要你撐著 我們幫你救出來 絕對會給你濕熱病喝 她也安全的出來 我們就高 濕熱病應該找到代言 濕熱病美美美 對啊 我們旅行約定就是拿著濕熱病 到醫院去給她 濕熱病讓你有求生意 然後她也喝了 其實她對我們的感謝 這就是我們收救隊員 最好的一個鼓勵 是 濕熱病 那個濕熱病跟她吃終身免費 對 沒錯 對啊 她還沒參與一個真正的收救 這隻收救犬Call in 她有參與這次的花蓮的地震 花蓮 她叫Call in Call in Call in 那今天可不可以示範呢 當然 當然沒問題 那我們現場就來示範一下 雖然地方比較小 但是可以考驗她到底救難 救難的能力 然後就請GINO去扮演 這個藏起來 好 沒問題 那個你就跟著她看一下 我帶著她 好 我跟著她 那我現在就自己 神醫院找地方 對...不要讓她發現 可以跟她聊一下 先不要看 拜拜 她沒有在看你 她沒有在看你 她好像沒有想要找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待會腳到妳要把妳咬 咬出來 故意腳到沒看到 她非常專長 對 今年幾多大 今年五歲了 找一個 比較不容易找到的地方 找這邊... 找這邊好 這邊應該看不到 我們大概想要 對 那有沒有規定幾歲要除疫 我們大概八歲會讓她退休 八歲除疫 是 如何訓練救人 基本上我們就是 讓她習慣聞人的皮屑組織 我們會帶屑 皮屑組織就會散發出來 然後隨著風 會即將把它帶出來 所以她就去 追那個味道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請GINO去嚐起來 對 她沒有聞過GINO的味道 可以嗎 這個就是搜尋 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在災害發生的時候 對 因為那些人 他也沒聞過 可是你現場有這麼多氣味啊 我們現在也有 他要排除 他真的要排除 這麼厲害 比GINO還厲害 因為你會講話 或是你會有戰力的話 就是它代表說 你不需要幫忙的 對 它只需要幫助蹲下來 坐下來或躺下來 如果你要去壓GINO 他怎麼吃 不要 趕快去壓 去幫你 先去把他腿打 交給我 應該要讓GINO 感覺像是受傷需要幫助的 對 還是他要有石頭壓在身上 或流連血這樣子 不需要 只要他躺著去 或是蹲著坐著就可以 真的嗎 是… 那你待會兒跟著狗狗來拍好了 好 我來跟著他拍 可以… 我們現在沒有拍打聲音 讓他找 好 來 請下指令 來 搜索 搜索 很快 人家根本不算 很快 這算不算作弊 因為剛剛已經看到人家 走去那邊 他是找到我在那兒走掉 你要躺著 要不然他不覺得你需要幫助 是找到了嗎 因為GINO站得好好的 我叫GINO現在躺在地上 快點 搜索 找到了… 你不要動… 麻煩你不要動 你繼續躺著不要動 他找到會叫 他叫的時候跟我們講 他找到真的 對 好聰明喔 天啊 這個你只有人才可以佩服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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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很厲害 君先生你還好吧 我來救你了 太好了 謝謝你找到我 但你口水好多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摸摸他 沒關係 對 先生在左咬單 好痛喔 OK 原來是這樣 手要躺著 我們真的應該要把東西 砸在GINO身上的 對 快很快了 瓜哥不知道剛剛後面的狀況 其實他一開始就很快找到我 但因為我站得好好的 對 所以他就走過去 又走回來 對 但是後來就是GINO跟我說 你躺下 我會躺下之後 他馬上就有反應 抽到我旁邊 可是前面我們幾個工作人員 趴下了也沒辦法 那麼可能看起來 表示你們吃得很好 不像換手 對 他過去這個營養應該沒問題 他剛剛的我營養 真的很厲害 他能這樣找 而且他馬上就開始叫你 對 然後他趕快過來說 這裡有患者 鄉中沒有叫 所以不要懷疑他救出的能力 真的很厲害 你以後後來有一個問題 而且他眼裡只有看著他 這個是 這個救難犬是有特別挑過 什麼樣的品種的狗 才可以去做受難犬 沒有特定品種 但是這種拉布拉拉多 還有德國狼犬 還有一些工作犬的犬系 他成功率比較高 對 因為他有一個退休年紀 如果訓練太久 然後他可能服役一年就退休 不服人的效應 對 公狗也比較好嗎 性別也沒有分 性別也沒有分 真的嗎 可是母狗可能懷孕啊 可能需要代產或什麼 他會減渣啊 懷孕我們就不會出勤 他就不會 對 他會請產假 我想說跟女性 女性工作人員一樣 跟女性 對啊 他有預約一下嗎 有 有 你是在找麻煩的嗎 謝謝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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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